台上学生使出浑身解数 希望把自己规划的游城完美呈现在评审面前 万能科大再次跟桃园市原民局合作 透过复兴部落原来这么美 游城设计即导览解说竞赛 广招各路高中职学生为复兴区打造创意游城 其实不知道有复兴区这个地方 看到一些自己没看过的这样子 然后就是以前也不是很了解原住民文化 就是经过这次这样的游城过 他就是更了解这样 那有听到那个老师有讲说是三位当地的 然后又会更紧张会哪里文化弄错了 如果有能力的话去到当地走访一遍 这样会更了解就怕不会这样出错 这次共有全台30支队伍角株 原民局长强调与校方合作 也是希望挖掘出原民青年人才 赔力返乡服务 希望有真正的原住民人才 能够参与这样的导览解说跟游城的规划 能够说将来我们用赔力的概念 发展我们年轻人回乡服务 在设计游城的当下 学生同时一点一滴挖掘在地的人文风景 而获奖的游城设计 未来也将作为复兴区游城设计参考 活化当地的观光产业发展 袁世青文 而是白鲁养桃园大西采访报道